行政院长赖清德昨天拍板对军公教加薪3%,记者曾学人摄影,分享,行政院昨晚宣布明年度军公教人员调薪3%,可以说是新任行政院长赖清德上任后射出的第一支箭,这支箭不但是拼经济也是拼政治,堪称是高招。 行政院人士行政总处7月底才公布考量经济成长率与景气对策信号,显示目前国内景气变化人带观察,加上各级政府收支人呈现短差情形,决定明年度军公教不调轻。 不到两个月时间,这些原因并没有太大的变化,行政院昨天却公布调轻,除内阁该组总预算重编给了空间外,最重要是希望借此回应企业界建议提振景气,也帮英年金改革士气低落的军公教人员打一点强心针。 面对明年底选举,赖清德此刻接下隔魁,被视为在蔡英文总统面临的其中考中扮演重要角色,也因此新阁内也被定位为拼选举的战斗内阁。 经济好不好是蔡政府民调能否回升的关键,赖清德上任,向两位民进党的前行政院长景一时,都不约而同建议把拼经济摆第一位就可看出。 感谢观看